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超级女婿》 作者 绝人 领弦演播 幻音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期 林峰 第111章 绅士 车我收下了 替我谢谢你家小姐 韩三千知道这车要是不收 天灵儿说不定还会亲自来 到时候他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那人对韩三千的态度特别恭敬 因为这是天灵儿定嘱的 让他不能对韩三千有丝毫不敬 所以即便蒋兰骂了天灵儿 他也不会把这个仇恨转嫁到韩三千身上 韩先生 小姐说过 这辆车只能你开 那个人再次提醒 韩三千苦笑着连连点头 我明白了 顺便替我向老爷子问好 那行 我先走了 那个人离开之后 蒋兰低声地说 这个窝囊匪 怎么跟天家的小鞋设上关系了 有什么资格认识这种大人物 要是换作金桥城的女人 蒋兰肯定会把韩三千贬得一文不值 但是对方是天家小姐 地位比苏家不知道高了多少 而且在云城有钱有势的也不是苏家能够比的 他心里反而是有些不平衡了 就拿苏英夏和天灵儿相比 前者也是比不过的 蒋兰虽然是个泼妇 但是起码的自知之明还是有的 韩三千拿着车钥匙 走回了苏英夏的身边 还没有开口 苏英夏就说 你不用给我解释 从今往后 你的事情 我也不需要知道 你这个人家 我 英夏 迟早要跟你离婚 蒋兰唯恐天下不乱 韩三千叹了口气 没有多说什么 以后的事实自然会证明他的清白 回到家里 蒋兰还是害怕天灵儿会找他麻烦 让苏英夏帮忙想办法 可是最近以来所有在苏英夏身上发生的麻烦 全是韩三千帮忙解决的 这个时候如果不找韩三千帮忙的话 苏英夏根本就没有办法 直到这个时候 苏英夏才惊醒了一个事实 他的成就并非是来自于他的努力 而是来自于韩三千一次又一次的帮忙 不行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得到这一次 而不是他的帮助 妈 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 不过天灵儿应该不会跟你计较的 他毕竟是天家的小姐 苏英夏 你这什么意思啊 难道是天灵儿还看不起我吗 两栏有些不服气 苏国耀在一旁也是忍不住了 哎呀 差不多行了 难道你还能跟天灵儿比吗 看不起你那不是很正常的吗 哎 我说苏国耀啊 我好歹比你这个没用的东西有出息吧 啊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啊 苏国耀叹了口气 懒得再说话 窝里横的女人上次被人打了巴掌 吓得整夜睡不着觉 这一次竟然不知好歹的 又得罪了天灵儿 要是天灵儿真的找上门来 除了赔礼道歉 她敢不认错吗 妈 以后说话注意点 咱们可是住在云顶山别墅区呢 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的人 蒋兰爱面子不愿意承认错误 但是她也知道苏英夏说的是事实 看来以后真得管住这张嘴了 要不然不知道得闯多少祸 还行行行行 我知道 我又不是不讲理的人 这句话就连苏国耀都忍不住偷笑 她不是不讲理的人 那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不讲理的呀 对了一下 有些事 妈还得给你提个醒 什么事 苏英夏疑惑 这男人呢 不能太有钱 要不然她有了资本 却在外面沾花惹草的 这句话隐藏的意思 苏英夏知道 可是别墅现在已经过户给她了 如果还要她去韩三千手里拿钱 这么不要脸的事情 苏英夏可做不出来 妈 你这么做 迟早要把她给逼走 蒋兰笑意很浓 梅雨间的笑意是由内心而发 哎 这不是好事吗 把这个窝囊费赶出咱们苏家 那咱家以后 就不用被别人看不起了 天灵二给她送这么贵的车 说不定你眼里的窝囊费啊 在人家眼里可是个宝 苏国耀就扁着个嘴说 哈哈 就她还能试个宝 我说苏国耀啊 你怎么会说出这么没有脑子的话呀 你这是要笑死我吗 蒋兰两只手撑着眼角 似乎是怕笑出余味闻 苏国耀内心叹了口气 韩三千又是买车又是买别墅 这么强的经济实力 蒋兰不会看不见 只是这三年以来 她对韩三千窝囊费的形象太深刻了 所以才会被蒙蔽了心眼 在苏国耀看来 韩三千很有可能就不是窝囊费 说不定还是很厉害的人 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不然的话 天灵儿怎么会送兰波基尼给她呢 妈 不管怎么样 我不会做这件事情 你 你可真是个傻丫头啊你啊 以后你后悔了 可别来妈面前哭啊 蒋兰怒气不争的看着苏英夏 当天天灵儿又给韩三千打了电话 无敌爆炸小可爱这个来电显示 韩三千给换了 直接存入了天灵儿的名字 母爷爷听说你要请他吃饭 最马就答应了 而且今天还有空 你怎么看 就眼睛看 韩三千说 对于天灵儿的大礼 他有一些酷笑不得 倒不是贵重 那因为几百万在韩三千眼里 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而已 只是这种送礼的方式 苏英夏不免又会多想 而且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给他 你还挺幽默的 你还挺舍得呀 几百万的车说送就送了 天家小姐果然是好奇十足啊 那是本小姐出手能请他吗 就这样说好了 今天下午你来见我 我们一起去买菜 然后你给我爷爷下厨 说完天灵儿挂了电话 一脸懵逼的韩三千回想着和天灵儿的对话 这是什么时候说好的呀 他可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这位大小姐可真是够任性的 不过既然要和天昌盛见面 韩三千自然不会拒绝 吃过午饭之后 韩三千就出了门 没有告诉苏英夏 因为苏英夏吃饭全程压根就没有看过他一眼 天家住在云城的另外一个别墅区 而且是处于郊区的位置 相比喜云顶山别墅区的豪华和环境 这里肯定是比不上 不过整个别墅区全是天家人住着 也只有姓天的才能住进这里 意义也就完全不同了 把这里称之为天家足地 那也丝毫不为过 门卫显然已经得到过天灵儿的示意 所以韩三千的车到 哎 门外没有盘查就放行了 属于天灵儿家的别墅前 小妮子翘首以盼了很久 终于看到了韩三千的车 强装出自己大小姐的矜持 车停好了之后 韩三千摇下车窗 你愣着干什么呢 哎 难道你就不知道绅士一点 帮本小姐开门吗 韩三千打火 踩油门欲走 那天灵儿气的原地之跺脚 恨不得是掐死车里的人 你确定你不上车吗 天家大小姐走到哪里 不得被人当作是掌上明珠捧着呀 换做其他人 大小姐脾气一上来 直接就回家了 可是天灵儿并没有那么做 而是一脸忧怨的打开车门 自己就坐了上去 一点都不绅士 这车还是我送你的呢 天灵儿嘟弄个嘴 正好你要是反悔了 今天就把车还你 天灵儿感觉一股热血充脑 双手就捏着拳头 在韩三千面前是晃来晃去 见过沙包带的拳头吗 惹及了本小姐 后果很严重的 你忘了罗宾那个高手 是什么下场吗 天灵儿文言一愣 放下双手 打了这个脑袋 这位大小姐 貌似被吃得死死的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超级女婿 作者 绝人 领先演播 怪惊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期 林峰 第112章 受邀请 光超市买菜 蹦蹦哒哒哒哒的天灵儿啊 像一个跳走 似乎一刻都安静不下来 虽然有点招人烦 但让韩三千神奇的感觉 和天灵儿相处的很轻松 她不用处处顾虑天灵儿的感受 可以带着毫无顾忌的心情做任何事情 买了菜回到天灵儿的秘密基地 天昌盛没有多久也来了 这让韩三千放了心 要是天昌盛不来 肯定又是糟了天灵儿的套了 时间还早 不用着急做饭 天昌盛拉着韩三千下棋 象棋对于韩三千来说不拿手 他更喜欢围棋 不过老爷子喜欢 对一几局也是不成问题的 趁着摆盘的功夫 韩三千去上了个厕所 偷偷的下了一款象棋软件 接下来就是天昌盛的噩梦了 这小子明明说他不会下棋 天昌盛本以为是自己大杀四方的机会 可是他一边玩手机分心的情况下 竟然也是把天昌盛杀的是丢盔卸甲 一连三局输得畅快淋漓 毫无悬念 这让老爷子有点不高兴了 你谦虚就谦虚吧 赢了也就赢了 怎么就不给老头子一点面子呢 好歹尊老爱又应该有吧 三千啊 你让老头子很没面子呀 看出了天昌盛不高兴 韩三千却小了 这只是象棋 围棋才是我最拿手的 只可惜没有啊 不然我可以给老爷子表演一下 这小子蹬鼻子上脸的功夫 学得精啊 天昌盛冷哼一声 哼 你这么厉害 下次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他可是国手级别的人物 你别输得太难看哪 天昌盛有胜负心 这一点在拳馆的时候 韩三千就发现了 之所以毫不留情的赢他 韩三千正是为下次见面 拿好基础 这机会不就是主动送上门了吗 老爷子啊 有机会的话 肯定要见识一下 天昌盛撇着嘴 看不惯韩三千这得意的劲 过几天吧 我的生日他正好要来 你也来凑凑热闹 韩三千内心也已惊 天家老爷子的大收 是云城每年的盛事 商场不知道有多少人 是消尽了脑袋想要参加 他都没有机会 就连苏家每年都在寻求机会 可是一次都没有成功书席 没想到他竟然能够主动邀约 这倒是一个意外之喜 老爷子啊 咱们可说好了 不过我要是赢了 您可不要翻脸呢 天昌盛是气得吹胡子瞪眼睛 不过不是真的生气 只是心里非常不服 哼 等着瞧吧 你别舒得哭鼻子 韩三千摸了摸鼻头 他擅长的方面呢 他可是从来不畏惧 从小打谱 天下明局无疑不知 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去理解高手的布局 以及大局观 虽然颜军的初衷 只是想让韩三千提升气质和修养 可是 当韩三千真正入迷其中的时候 颜军才发现 他有国之圣首的前置 用颜军的话来说 如果韩三千能够一生钻研祈祷 必然是国师无双 这样的评价出自于颜军的嘴里 却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这可惜 韩家不识蒙成明珠 颜军对此虽然遗憾 但也做不了什么了 下午五点 韩三千就开始在厨房里忙活起来 一老一少坐在客厅里 天昌盛陪着天灵儿看偶像剧 听着天灵儿讲解剧中的曲折离奇的人物关系 是嘖嘖称提 啊 相恋这么多年 到头来竟然是亲生兄妹 不不不 他的情人竟然是父亲的私生女 这 这怎么又得了癌症了呢 天昌盛无语的表情 诉说着他对偶像剧的三棍崩塌 这些都是个什么玩乐啊 天灵儿看的是有滋有味 那但是有一半的心思在厨房里 轻声的对天昌盛说 爷爷 你说他在苏娇真的做了三年洗衣做饭的活吗 等会不就知道是真是假了吗 不过闻这味道啊 还是像模像样的 天昌盛深吸了一口气 厨房飘出来的香味 那绝对是手艺不比天灵儿差 爷爷 我们俩要是双镇合璧 你以后过大寿就不用去酒店了 天昌盛宠溺的看着天灵儿 他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而且他也非常欣赏韩三千 也不介意韩三千再娶天灵儿 但是他得保证天灵儿不受任何委屈才行 灵儿 爷爷不管你怎么对待自己的感情 但是首要的一点 不能让自己受伤 爷爷 我可是你的孙女 怎么能死死便便受伤呢 爷孙两个聊着 韩三千忙活着 六点钟准时开饭 五菜一趟 色香味俱全 令人是炊鲜三吃 天灵儿的口味是非常的刁钻 一般的五星级大厨都少不了被他挑剔 可是吃着韩三千做的饭菜 一脸满足的效益 就算是想要鸡蛋里挑骨头 那也说不出半点不满 天昌盛也很意外 能做出一顿像样的饭菜不难 但是要达到韩三千这样的手艺 那可就不简单了 你不会真在苏家做了三年的饭吧 外面关于我的传言 很多都是真的 苏家真是不长眼 浪费了你这样的人才 天昌盛摇着头 如果能把韩三千培养起来 苏家必定会身价更高 只可惜这样一个厉害人物 居然只是干着做饭这种体力活 韩三千笑了笑 没有说话 吃过饭之后 今天换天灵儿收拾残局 刷完洗块 韩三千又和天昌盛 聊了一些关于武学方面的事情 还问起了韩三千的师父 对此韩三千没有多说 因为这涉及到了他的真实身份 快九点的时候 韩三千离开了天灵儿的家 回到别墅 苏英夏今天意外地坐在客厅里 不过韩三千正想跟他说几句话的时候 苏英夏突然站起身来 明天要去奶奶家 说完 苏英夏就回到了房间 看来他特意等着韩三千 就是为了说一句话而已 明天还不到家族日 而且公司最近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按照以往的经验来推断 今年老太太肯定还会想办法去参加天昌盛的大寿 所以才会让苏家亲属回去商量 如今苏家虽然是承熙项目的建材供应商 有了晋升云成一线师家的机会 但是如果能够和天家打好关系的话 这种可能性会变得更大 第二天到了苏家别墅的时候 老太太果然提到了这件事情 但是苏家的亲属一个个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希望 毕竟已经很多年了嘛 苏家从来没有挤身进那个圈子 今年苏家虽然有了一些变化 但是能不能被天家看在眼里 依旧是个未知数 天家代表着云成的天花板 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能够参与天昌盛的寿宴 无不是云成的一线人物 苏家虽然有自傲的人 可是在天家面前 他们也有自知之明的 今年我们苏家好歹有了一些成就 或许不至于像往年那样被拒之门外 海超 阴夏 你们两个人抽个时间去天家拜访一下吧 既然是送礼 天家如果收了 就代表他们有资格去参加 要是不收就跟往常一样 没有入场的资格 老太太自然不会亲自出面 毕竟这是一件很有可能会丢脸的事情 她得坚守着苏家的底线 苏海超听到这话 心里非常不满意 因为那个别墅区的保安都是低着头看人 她不想被人鄙视 但是老太太说出口 她也不敢拒绝 奶奶 我最近公司里的事情很多啊 苏海超隐晦地拒绝 奶奶 不如就让苏云夏和韩三千去吧 这种丢人的事 落到韩三千的头上 她也习惯了 苏亦涵为了避免这种倒霉的事情 落在自己头上 咱就说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超级女婿》 作者 绝人 领前引播 幻音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妻 林峰 第113章 我已经受邀了呀 去天家 务必要带着诚意 越是苏家的核心成员上门 越能够体现出自己的诚意 韩三千显然不具备这种资格 而且老太太也没有想过要让韩三千出面 她是个云城出名的废物 要是让天家知道苏家派的出面 她还怎么可能会给他们出席授宴的资格呀 苏亦涵 你是故意想让苏家得不到授宴邀请吗 听到这话 苏亦涵一点得意的劲被泼了一盆冷水 三千低头就说 奶奶 对不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哎 嬴夏 要不还是你一个人去吧 这反正你这么多年丢脸也丢习惯了 根本也不怕 对吧 苏海超说着 那这么多年了 苏家一直被天家无事 苏海超也是吃了好几次闭门羹 今年她实在是不想去了 明明知道要丢脸 还把脸朝着别人手里伸 何苦呢 奶奶 不去可以 但是我不能保证完成任务 哎 不不不 你现在可是成熙项目的负责人 你得帮我们苏家争取到这个机会才行啊 苏海超明知道这件事情有多困难 而且她也说明了这件事情会丢脸 但是当苏英夏答应下来之后 她却有一种要让苏英夏立军令状的意思 苏海超你什么意思 苏英夏皱着眉头说 我没什么意思啊 只是你现在这么厉害 那么多麻烦都能解决了 这点小事还能难住你啊 这种恶意的刁奶要是用在其他事情上 或许其他亲属以及老太太 会复合苏海超的话 可是想要参加天商圣的寿宴有多难 在场的人可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没人帮着苏海超说 一下尽力而为就行了 这个时候韩三千站起身 奶奶要不还是我去吧 这句话引起了所有人的笑声 这家伙就这么没有自知之明吗 让他去代表苏家 还不得直接被天家扫地出门 韩三千 你今天出门脑子被捋踢了吧你 让你去 不是摆明要我们苏家为天家记恨吗 不错 你根本就不是我们苏家的人 让天家知道我们这么没诚意 怎么可能邀请我们参加寿宴呢 真是没有一点自知之明 傻不拉几的 你以为天家是谁都能随便去吗 苏海超站起身 充满冷意的笑着 韩三千啊 你最近挺膨胀呀 什么事情都敢插一脚了 要不要苏家的董事长以后也给你当啊 这番莫名其妙的言论 苏海超是暗中敲打老太太呢 胆子也算是不小了 如果你们所说我不是苏家的人 所以我被邀请了 不代表苏家被邀请 不过 我愿意去为苏家争取一下 苏义涵捂着小腹都笑出了声 韩三千 你说的自己已经得到了邀请呀 这么吹牛就不怕把牛犊子给吹破了吗 我的确是得到邀请了 而且还是天昌盛亲自出面邀请我的 笑死我了 这家伙吹牛真像是个白痴 竟然说天昌盛亲自出面邀请他 韩三千 你当自己是什么大人物啊 商场巨鳄还是倒上大佬 就连天昌盛都要亲自出面 你吹牛也不用这么夸张吧 你 讥讽的嘲笑声中 韩三千淡定如常 有没有开玩笑吹牛 他自己很清楚 这个时候 苏迎夏皱着眉头 偷偷的看了一眼韩三千 他有一种感觉 韩三千并不是在吹牛 他做不到的事情 从来不会信口开河 而且昨天天灵儿还送了他一辆蓝布基尼 这说明他和天家的确有些关系 天昌盛就算是亲自出面邀请 也说得过去 可是苏迎夏想不通 韩三千为什么突然间和天家的关系这么好了呢 要知道天昌盛的寿宴能够参加的却是云城顶级的人物 而且 即便是那些人也不过是能够得到天家的情体 绝对不可能是被天昌盛亲自邀请 按照以前的关系 这个时候苏迎夏应该帮韩三千说话 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只是静静的听着苏家那些亲属 对韩三千的冷嘲热讽 韩三千 这里是商量正事的地方 不是给你开玩笑的场合 老太太呵斥 奶奶 你认为我在开玩笑 但是我却在跟你说事实 哼 我真是看不下去你这个白痴了 你说你得到了天昌盛的邀请 凭什么 苏海超不耐烦的看了一眼韩三千 有可能是他欣赏我吧 哼 欣赏你 欣赏你的窝囊和废物吗 你压得真让我头疼 连吹牛都学不会啊 废物到几点了好不好 苏海超揉着太阳穴 有点头疼 苏家怎么就会有这种白痴入坠呢 还好这种话只是在苏家内部说起 要是传出去 苏家又得成为整个云城的笑话了 韩三千 闭上你的臭嘴巴 我听你说话我都觉得恶心 找个镜子照一照自己 你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窝囊形象啊 说这种话出来恶心我们吗 苏一涵一脸嫌弃的看着韩三千 奶奶你确定不要我帮忙吗 韩三千无视了苏海超和苏一涵的话 老太太也是忍不住不屑一笑 你的好意自己收在心里就行了 苏家还轮不到你这个废物来帮忙 韩三千不再多话 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余光看了看苏英夏 心中有些叹息 如果你能帮我说句话 或许他们的态度就会改变吧 三年的坚持呢 为什么会突然间就变成了这样呢 韩三千不解 苏英夏其实也很不理解 他就是无法对韩三千低头 特别是在天灵儿送车事情之后 他更加不愿意帮韩三千说出任何一句好话 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 而吃醋的女人智商更是负数 当然了 这其中还有一份苏英夏的傲销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这三年李韩三千的忍让退步 不给你解释的机会 难道你就真的不解释了吗 宁夏你代表苏家去天家 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 老太太一锤定音 这个时候苏家的佣人走到了客厅里 对着老太太说 门外来人了 说是天家的人 老太太蹭了一下站起身 天家的人 天家的人怎么会突然间来到苏家呢 难道是 快 快请他们进来 老太太非常激动 不一会儿 一个中年人来到客厅里 手里明显拿着一份请柬模样的东西 当苏家那些亲属看到的时候 一个个目瞪口呆 这是天家派人送来请柬了吗 苏家现在竟然有资格得到寿宴的请柬 这说明天家现在已经不能无视苏家的存在了 这一份是我们家老爷子的寿宴请柬 可以让我送过来交给你们 谁来接下 中年人的态度并不谦虚 而是带着一份傲慢 不过他这样的态度 在苏家众人眼里 却是非常理所当然 毕竟他可是天家派来的人呢 苏海超激动的朝着中年人走去 被老太太半路呵斥住 海超 你在什么 苏海超愣住了 老太太迈着颤颤巍巍的步伐 他走到了中年人面前 从他手里接过邀请函 帮我谢谢老爷子 谢谢他肯给苏家这 中年人的眼神有些鄙视 每个得到请柬的人 几乎都是这种表情和情绪 果然是不入流的小家族表现啊 请柬上有参加寿宴的要求 你们别忘了看 中年人提醒之后 离开了苏家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超级女婿》 作者 学人 领衔演播 欢迎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期 林峰 第114章 你和她离婚吧 老太太拿着请柬的手颤抖不止 中年人离开之后 她还是没有平复下自己的情绪 想到以前 苏家热脸贴着冷屁股 一次参加寿宴的机会都没有得到 而如今 天家竟然主动的会送上请柬 这对于苏家来说 可是一步非常大的跨越 苏家终于要出头了 终于要出头了 老太太很是激动 奶奶 还是快看看要求吧 苏海超也是非常兴奋 身为云城二县的公子哥 他在外面花天酒地的时候 碰到那些一县家族的人 必须要低声下气 哪怕是他先去的包厢 只要那些一县公子哥让他滚 他也要忍气吞声 可是现在 苏海超看到了自己成为一县公子哥的希望了 今后还能有谁 该让他低声下气呢 对对对 老太太激动地说着话 打开了请柬 请柬上标注着出席的人数规定 以及添加给他们安排的 规则号码 十个人出席 这添加可是很给我们面子呀 看到请柬上的内容时 苏海超兴奋地说 这也就意味着 苏家将会在寿宴上 拥有独立的一张饭桌 这种规格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呀 老太太笑得是满脸折子 不错 不错 苏家这一次得到了添加这么看重 看来我们要成为一线使家 已经指日可待了 奶奶 天家 这是不得不看中苏家呀 我们现在可是负责着成熙的项目 今后的新城区就在我们手中 那天家还敢小看我们吗 苏海超也是一脸自豪 奶奶 我们可不能妄自菲薄 被天家看重算什么 我们今后肯定能跟天家比肩的 他们这是怕了 所以才不敢不给苏家面子 老太太仔细一想 的确有这样的可能性 只是她没有想到 苏家竟然也能有这一天 沉寂在自喜当中的苏家众人 根本就不知道这张请柬 为什么会送到苏家 承熙项目 苏家地位 这些可没有被天家看在眼里 承熙虽然是很好的开发项目 苏家也的确能够因此而大赚一笔 可仅仅是因为这样 天昌盛就要给苏家面子 也未免太小看了天家 请柬之所以会送上门 全是因为韩三千 要不是天昌盛给韩三千一个面子 那苏家今年又是热脸贴冷屁股了 奶奶 既然只有十个人能参加 这参加的人选 你得好好斟酌一下 苏海超很放心 因为他绝对是人选当中的其中之一 至于其他的苏家天署 一个个翘首以盼 都希望能够被老太太点名 嗯 我会仔细的考虑一下 过几天会通知你们 这么重要的事情 老太太不能儿记 所以打算仔细的想一想 苏海超这个时候 看向了韩三千 奶奶 你现在没有想好的人选 但是一定去不了的人 心里应该有数吧 这韩三千不是我们苏家的人 他肯定是没资格的 老太太痴笑着毫不犹豫地说 他 他当然没有资格 这么重要的场合 怎么是他能够去的 不过 他可是被天圣昌亲自邀请的人呢 就算不跟着苏家去 他应该也能出现吧 韩三千 我可是很期待和你在寿宴上碰面哦 苏海超那语气满是调侃 看着苏海超洋洋得意的样子 韩三千淡然一笑 哦 我们肯定会碰面的 希望到时候你别太惊讶 都这种时候了 你压得还装逼 非要等到寿宴当天被我打脸才肯承认啊 行 你要来了 我苏海超在寿宴上给你下跪 学狗叫 韩三千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还没有见过这么蠢的人 非要把自己逼上绝路 好啊 我要是没去见你一次给你跪一次 看到韩三千从容不迫的样子 苏海超倒是心虚了 这家伙真的有资格去吗 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他这种废物 要是能够得到天昌盛的邀请 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离开了苏家别墅 回到云顶山别墅区 在大门口 韩三千一家子的车 就被保安给堵住了 怎么回事啊 这些人难道没长俭吗 不知道我们住在山药别墅吗 蒋兰在车里骂骂咧咧 车辆坐过登记 就算是新保安也不可能不认识 物业部绝对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差错 韩三千不解的走下车 看到保安亭里竟然坐着天灵儿 他这是来者不善呢 看来昨天蒋兰的话 已经传到了这位公主的耳朵里 韩三千徒步上山 几个保安在天灵儿的授意之下 强行打开了车门 把苏国耀和蒋兰两个人拖下了车 你们干什么呀 不知道我是山药别墅的主人吗 蒋兰挣扎的说 苏赢下感觉事情不太对劲 下车对保安问 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时候天灵儿从保安亭里走了出来 走到蒋兰面前 一巴掌打在了蒋兰的脸上 你这个死丫头从哪冒出来的 就在打我 蒋兰顿时怒了 伸手要打回去 不过眼急手快的保安 立马拉住了她的手 昨天就是你说我是不三不色的女人 听到这句话 苏赢下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她就是天家的小姐天灵儿 蒋兰也瞬间收敛起了自己泼妇的脾气 愣在原地不敢说话 这件事情我爸和我爷爷还不知道 不然的话 今天你就不是挨巴掌这么简单了 蒋兰吓得浑身一颤 赶紧赔礼 对不起啊 我昨天不知道是你 所以才会胡说八道的 你也知道自己是胡说八道 天灵儿今年十八 但是终究是出生大世家的人 气场不是常人能抵的 哪怕是苏赢下在天灵儿面前 也感受到了一股沉重的压抑 沉默了十多分钟 蒋兰背上都渗出了冷汗 苏赢下实在是受不了这种压抑 开口就问 你想怎么样 不如你跟韩三千离婚吧 你什么意思 苏赢下皱着眉头 她不是来找蒋兰的麻烦的吗 为什么会突然牵扯到韩三千呢 哼 反正你们都把她当作废物 还留着她干什么呢 哼 天灵儿今年才十八 苏赢下可不认为她在跟自己抢韩三千 可能她只是为了报复 所以才想让她和韩三千离婚 再创一个云城的笑话 不过这对她有什么好处呢 而且她不是才送了韩三千一辆兰博基尼吗 我随口说着玩玩 你不用当真 不过昨天的事情 不是一个巴掌能够解决的 天灵儿的意思很简单 韩三千离婚她就有机会了 但是她又担心苏赢下把这件事情 跟韩三千说 韩三千会不满她 所以才赶紧说是开玩笑 不得不说 天灵儿非常在乎韩三千对她的看法 所以才会显得这么小心翼翼 否则以天家小姐的地位 天灵儿做事何须这么畏畏缩缩呢 天小姐啊 我再给你打两巴掌吧 希望你能够既往不救 蒋兰在权势面前低头非常干脆 天灵儿看了看苏国药 既然她是你的老婆 说明你叫人无方 就让你来打吧 不过你要是打轻了 我就只能让这些保安出手了 被苏国药打还是被保安打 蒋兰当然选择前者 这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保安一个耳光 还不得把她打成脑震荡啊 打 用力打 蒋兰咬着牙对着苏国药命令 苏国药是个气管炎呢 对蒋兰大声说话都不敢 什么时候打过蒋兰 这也让她有点下不去手 不过她要是不打 那些保安出手可就更加严重了 好朋友们 本期已经演播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搜索喜马拉雅 幻音空 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超级女婿》 作者 学人 领衔演播 欢音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期 林峰 第115章 生日宴会 力度让我满意 才能让她少吃点苦头 你可注意了 天灵儿对苏国药提醒 蒋兰闭着眼 她第一次心甘情愿的被苏国药打 苏国药 你要是敢让我被打第二次 我不会放过你 苏国药咬了咬牙 这么多年 要说她心里没有一点憋屈 那是不可能的 把一个女人骑在头上 虽然放弃了嘴眼 但是火气却是日积月累的更严重了 啪了一下 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在蒋兰脸上 蒋兰整个人在原地就转了一圈 才倒在地上 这巴掌 汇聚了那苏国药多年以来的所有怨念 啊 很爽 很通透 爽得简直是无法言语了 苏国药感觉自己心中顿时痛快了很多 蒋兰被打的脑袋晕晕乎乎 脸上火辣辣的疼 很快她脸颊就肤弄了起来 她就是浮肿了 不错 我挺满意 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吧 天灵儿拍了拍手就离开了 蒋兰缓过神之后 站起身踹了苏国药击脚 苏国药 你 你这是在找机会报复我吗 哎呀 这 我 我要是不打你 那天灵儿能放过你吗 看到气势汹汹的蒋兰 苏国药又怂了 苏莹下拉着发飙的蒋兰 妈 你怎么能怪爸呢 她要是不打狠一点 那些保安下手能比爸轻吗 道理蒋兰是明白 但是她无法接受苏国药打的这么厉害 哼 从今天开始 你别进老年的旁见 苏国药一脸苦笑 蒋兰不讲道理的时候 她只能证明 苏莹下 韩三千那个窝囊费刚才怎么就这么早了呢 没有一点要帮我们的意思 你说 她还把我这个丈母娘放在眼里吧 苏莹下知道韩三千的刻意离开 但是 昨天的话是蒋兰自己说出口的 就怎么能怪得了韩三千呢 妈 你以后说话注意点 不然 这不是最后一次 别墅门前 韩三千没有着急回家 而是在那花园里 她知道刚才的离开 很有可能让她和苏莹下的关系 再添冰点 那就是距离更远了 但是放任蒋兰无理取闹整整三年 韩三千不愿意再退了 即便是为了苏莹下而忍受委屈 也差不多到头了 更何况 她不强势起来 她和苏莹下这段关系 必然会无疾而终 因为蒋兰不会放弃 在他们之间的关系当中捣乱 哎呀 有时候想想 诗经的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只是韩三千还有自己的布局 所以 现阶段 她还不能暴露自己的实力 苏莹下停好车之后 看到花园里的韩三千 脚步有那么一瞬间的停顿 然后 朝着别墅走去 韩三千叹了口气 沿山路而上 走到了山顶 我曾说过 要带你去看看燕京的风景 这一点 我永远不会失言 坐在山腰的一块巨石上 韩三千双眼有些迷离 自从离开韩家之后 她的目的很清晰 她要让所有看不起她的人 觉得她是废物的人后悔 同时 她也要带着苏莹下 领略世间最美的风景 韩家 你们做好后悔的准备了吗 深夜的山顶 雾气朦胧 韩三千做了一夜 露水满头 直到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她才站起身 伸着懒腰 身上爆发出黄肚爆裂的声音 下山之后不久 苏莹下站在了韩三千之前的位置上 望着北方 眼神憧憬 五天后 云城一年一度的大日子 什么日子呢 几乎是可以说是上流社会的盛世 因为这一天呢 是天家老爷子天昌盛的生日 半岛酒店 作为云城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 在一个礼拜之前 就停止了所有客人接待 他们得为天昌盛的生日做准备 在生日当天 除了受邀参加生日宴会的人之外 不允许任何闲杂人等的出现 就连酒店内部的服务员 也是经过精挑细选才能够在当天工作 足以见得这件事情在云城有多么强的影响力了 一辆又一辆的豪车驶入酒店停车场 在酒店门前下车的人 那都是云城官商的一线人物 苏家十人算是生日宴会上的大部队了 其中苏海超苏义涵在列 身为成熙项目负责人的苏赢下 自然也不能落空 除了老太太之外 剩下的六个人当中有苏国林等人 都是苏家比较核心的成员 老太太递交了请柬 由专门的服务人员把他们领到了专属苏家的位置上 距离宴会主场并不算远 这让老太太又是好好的一番激动啊 哎呀 会场内的座位排序 以及每个人参与人员落座的位置 都是有说法的 距离主位越近 就说明天家越是看重 苏家能够从以前入不了门 越生成为占据一桌 而还靠近主位 那这种地位的提升 就像是迈过了一座高山 哼 韩三千那个废物 不是说受到天昌盛的亲自邀请了吗 怎么不见那个废物来呢 苏海超打量了一遍会场里的人 很多的一线公子哥今天都来了 不过这些人不是他关注的对象 韩三千才是 海超 注意说话 这里怎么能直呼老爷子的名字呢 苏家老太太冷声提醒 苏海超进入寒蝉 赶紧捂住嘴 呃 对不起奶奶 我会注意的 海超 你怎么能信那个废物说的话呢 你看看在场的这些人 可都是权贵 他有什么资格来啊 苏以涵很是不屑 一下呀 他可是你老公哦 你今天出门的时候 就没提醒他一下吗 他该不会是 想用汪儿这个理由来逃避这件事吧 苏以涵转头笑着看向苏盈夏 苏盈夏一早起床的时候 韩三千还在睡觉 苏盈夏也不确定他能不能来 他来不来 跟我有什么关系 哟 这么急着跟他撇清关系啊 没想到你也怕丢脸啊 哎 三年了还没学习惯呢 海超 他可是说过 见你一次就跪一次 你可别忘了 苏以涵对苏海超提醒 我怎么可能会忘呢 这个窝囊费啊 我每天都要跟他见一面 什么时候跪到我满意了 说不定我还会大发慈悲的放过他 苏海超得意的说 他之前两次被韩三千打 现在终于有报仇的机会了 他恨不得参加生日宴会之后 立马出现在韩三千面前 好让韩三千给他跪下 对了 这韩三千是不是属狗的呀 应该是 不然怎么会逢人就下跪呢 不过狗可是逢人就咬尾巴 海超 你要不让韩三千给你咬尾巴算了 其他的苏家亲属也跟着调侃起来 苏海超得意劲根本就收不住 还是算了吧 养这种窝囊费的狗 也是丢我这个主人的脸 何必呢 那倒也是 随着进入会场的人越来越多 韩三千依旧没有现身 苏海超对这件事情啊 也就越来越有把握了 酒店顶楼的某个总统套房里面 韩三千和天昌盛那是厮杀了几把象棋 又把老爷子给输得一脸郁闷 而且这家伙还看不起人 一边下棋一边玩手机 老爷子 你朋友什么时候来啊 天昌盛是气得气壳声音 掏出了电话 对韩三千威胁 你给我等着 今天不灭灭你的威风 老头子我今后叫你师父 韩三千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这么大年纪当我徒弟 不太合适吧 不过你要是真愿意的话 我也没有意见 老东西 你什么时候来 我都要给别人当徒弟了 你还默想什么呢 天昌盛不通了电话之后 语气不善的说 对方和他的关系应该很好 不然的话 天昌盛那也不会用这种语气说话 来了来了 你急什么 这个时候房门推开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就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一男一女的年轻人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 《超级女婿》 作者 雪人 领衔演播 欢迎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期 林峰 第116章 嬴齐 老者名叫王茂 是云城围棋协会的会长 他身后跟着的一男一女 是他的徒弟 男子名叫谢飞 女子名叫许欢 当韩三千看到他的时候 有些惊讶 王茂在云城围棋界的名声很响亮 而且是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他自己所创办的围棋学校 在云城也是很有名的 不少有钱人都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里 除了培养围棋 更多的还是跟这位老人打好关系 市局现任的大领导可就是他的入门弟子 见面必定是鞠躬教育生老师 有这层关系在 围棋学校根本就不仇物招生的问题 韩三千没有想到 王茂和天昌盛的关系这么好 哎呀 你这个老东西去哪了 都快急死我了 天昌盛迫不及待的 就走到了王茂的身边 一脸不满的表情 王茂笑了笑 你着什么急啊 黄土埋脖子的人了 悠着点 嘿 你说什么混账话呢 看到两个人的交流方式 韩三千有点傻眼 王茂可是市局那位大领导 都得恭恭敬敬的 可是在天昌盛面前 被骂的也不反驳 而且还满脸的笑意 这两个人以前的关系 其实是敌对的 林老了才化干戈为玉帛 而且有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 对话自然就显得粗鄙了一些 就是你把我这位老兄弟杀几眼了 王茂走到韩三千面前笑着问 韩三千站起身 对于这种大人物可不能有半点怠慢 而且是出于晚辈的尊敬 他也不能恃宠而骄 王茂爷爷 没想到天老爷子的朋友竟然是您呢 听说你不仅象棋厉害 围棋也很强 王茂上下打量着韩三千 普普通通的一个年轻人 以前在围棋界也没有看过他参加比赛 可能是在天昌盛面前吹了不少牛吧 小子哪敢在您面前搬门弄斧啊 只是学过几招而已 韩三千还是谦虚 那来吧 今天要是不赢了你 这老头子是不会放过我的 王茂说完之后 在韩三千面前就坐了下来 韩三千看了看时间 已经快要到寿宴开席的时候 而围棋陷入僵局 一局下来少说也得有好几个小时啊 王爷爷 马上就到了寿宴开席的时间了 我们还是吃了饭再来吧 王茂看了看时间 还有二十多分钟足够了 这个时候 身后的谢飞轻蔑地看着韩三千 你能在我师父手下坚持二十分钟 就算厉害了 难道你还想赢吗 王茂轻声呵斥 谢飞 我怎么教你的 做人不能太狂妄 韩三千听得出来 王茂虽然是在说谢飞的不是 但是他骨子里的傲气 却丝毫不加掩饰 但是以王茂的地位 他自傲也是理所应当的 那既然这样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王茂直白 这是他的习惯 跟任何人对异从不改变 正巧韩三千喜欢黑棋 所以两者并不相吃 当韩三千直棋的那一刻起 气场骤变 天昌盛在他身上感觉到了一股大师的风范 这家伙认真起来可真是不一样啊 但是王茂对此 却是抱以轻小态度 现在年轻人装腔做事的太多了 就他的围棋学校里 那一帮富二代什么都没学会 就学会了怎么拿捏气场 这种表象的东西都是虚的 没有真正的实力迟早会露馅的 师父我饿了 许欢娇滴滴的说 这话的意思明显是让王茂快点赢了韩三千 好好好 师父尽快解决 让你吃饭 围棋对异如同战场厮杀 这是阎君从韩三千第一次接触围棋的时候 就告急过他的事情 所以即便眼前坐着的人是王茂 是云城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韩三千也没有丝毫心词手软的想法 猜局王茂落子如飞 因为他压根就没有把韩三千放在眼里 没有拿出自己真正的实力 再到骑入中盘 王茂才猛然净醒 哎呀 眼前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啊 侧着身子坐着的王茂摆仗了身体 眉宇间也露出了凝重之色 看到这一幕 谢飞和许欢二人有些讶异 师父可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对待过一个年轻棋手 眼前这个家伙竟然让师父这么郑重其事 二人护视一眼 从对方的眼神当中看到了不可思议 天昌盛虽然不擅长围棋 但是也懂一些门道 如今中盘其面 韩三千占据极大优势 这是压着王茂在打呀 看着韩三千那炙热的眼神 仿佛此刻他就像是森林战场一般 完全把自己投入其中 天昌盛是实在难以把他和苏家那个废物女婿联想在一起 没想到我还是小看你了 不过中盘的烈士 以我的实力想要搬回来并不困难 你小心了 王茂一脸自信的笑着 王茂这个男人 咳嗽了两声 一点苗头都没有出现 他竟然会输了 而且还是输在一个年轻人的手里 许欢眼眸精光的看着那韩三千 就像是恨不得把他的衣服扒光一样 他竟然连师父都赢了 这么厉害 而且还长得那么帅 简直就是在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王茂愣了许久 看着已经无力回天的棋盘 虽然他开局的确掉以轻心 但是中盘开始 他几乎是倾尽全力挽回局面 可是在韩三千的步步紧低之下 毫无机会 只能收官一败涂地 王茂不得不承认 这是一个值得他全身贯注的对手 而且哪怕是没有开局的掉以轻心 他也不一定能赢 我师父是让着你的 不然你怎么可能会赢呢 也非不服迎起的韩三千 在他看来 要不是王茂初期大矣 绝对不可能导致烈士局面出现 所以他赢了 也是运气好而已 再来一劫 这次我师父不会让你了 许欢看热闹不嫌事大 那想想看看 眼前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符合他心目中白马王子的人选 这 去离寿宴开席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还有很多人等着天家老爷子给他祝寿呢 要不下次吧 韩三千看了看时间 一脸为难地说 刚才太过投入 完全忘了一分一秒流逝的时间 对对对 下次下次 这今天可是我的寿宴 我这个老寿星再不出席啊 他们该着急了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 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超级女婿》 作者 绝人 领先演播 幻音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期临风 第117章 他竟然来了 一直沉默不语的王某开口沉声地说道 嗯 吃过饭之后 我们认真地来一局 王某不相信自己会输 在维系方面的造诣 他比很多人都高 怎么可能会输给一个年轻人呢 对于这种要求 韩三千不会拒绝 不然的话 就太不给王某的面子了 至于到时候谁输谁赢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王爷爷 咱们吃饱喝足 再战如何 王某带着两个徒弟 率先离开了房间 天上圣一点都不在意 自己的年纪比韩三千大几轮 用手搭着韩三千的肩膀说 小子 你行啊 认真起来 就连王某都不是对手 不过呢 他也没认真 这下午的局啊 你有多少把握啊 老爷子啊 我记得好像 好像是有人要找我拜师吧 天昌盛表情一宁 哦 这家我还记得这事呢 他一把年纪拜师 说出去也颜面乌光啊 而且他可是天家家主 虽然不管天家手下的生意 可是再怎么说 也是天家的第一人呢 这个年轻人当徒弟 那算怎么回事啊 老爷子啊 你这么大的人物 不会说话不算数吧 韩三千一语掐住了天昌盛的喉咙 让他反驳的机会啊 都没有了 天昌盛尴尬的笑了笑 我说话当然不会不算数 嗯 不过呢 王茂也没有尽全力啊 所以你胜之不武 想我拜师 除非你下午还能赢了他 这老家伙啊 是变着法的 想要逃避呢 不过这个徒弟 韩三千是收定了 你不是想知道 我有多少把握能赢他吗 是啊 有多少啊 天昌盛好奇 实诚 韩三千毫不犹豫的坚定语气 让天昌盛呆立当场 看着韩三千的背影走出房门 天昌盛才回过神来 赶紧追了上去 臭小子 你可别吹牛 今天下午要是输了 那可损你自己的面子啊 寿宴会场里 誓宴已经快到两点了 天昌盛还没有出现 这让会场里的人非常不解 当然了 也有不少人有怨念 可是都憋在肚子里不敢发现 毕竟 这是天昌盛的首颜 就算他迟到了 也没人敢说半句不识 哎 天老爷子怎么还没有来呢 这可是过了及时了呀 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 苏过林是四处张网 怎么半点动静都没有啊 而且天家的人一点也不着急 天昌盛来没来不要紧 韩三千反正是没来 这个蠢货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心情啊 嘿 我都不想吃饭了 去看看他给我下跪那多爽啊 苏一涵眼嘴轻笑 你着什么急嘛 见你一次就要跪一次 也不急这么一天呢 嘿嘿嘿嘿 那倒也是 苏海超得意的点着头 还好感叹 这日子还长着呢 他要是敢反悔啊 我打断他两条腿 这个时候会场里突然热闹了起来 不少人笑脸相迎的站起身打着招呼 天老爷子您好 祝天老爷子长命百岁 寿比南山 祝天老爷子身体健朗 年年有金招 此起彼伏的祝福声当中 还有很多疑问的声音 因为跟着天昌盛一起走进退场的 还有一个年轻人 而且看着面生不像是天家人 这个年轻人是谁啊 居然跟老爷子一起进场 看来天老爷子很看重他呀 不然的话怎么可能走这么近 唉 也不知道是哪家的青年俊彦 竟然能被老爷子看重 这可是怎么大运呢 在众多疑惑的声音当中 唯有苏家的人没有说话 因为他们已经惊呆了 苏家老太太 苏海超苏义涵 包括苏英夏 全部都是瞠目鸡舌的表情 因为那些人口中的青年俊彦 竟然是韩三千 他不仅来了 而且还跟老爷子一起入场 这是什么样的高待遇啊 这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这 怎么可能是韩三千啊 苏海超是脸色铁青 不愿意相信 他已经想好了怎么让韩三千跪在他面前 可是 事实却给他当头棒喝 老太太深吸了一口气 妖情和眼神都特别的凝肿 他不想知道韩三千为什么能够走在天昌圣身边 因为原因根本就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样的殊荣实实在在的 就在韩三千身上发生了 这是怎么回事 韩三千这个无能肺 凭什么 苏一涵心有不甘的说 虽然他不用下跪学狗教 可是他也无法接受 自己眼里的无能肺 如今高高在上 跟在天昌圣身边 苏英夏眼神里也是不减 虽然他知道韩三千不简单 但是他也从未想过 韩三千竟然能够站在这样的高度 结识到天昌圣这种顶尖的大人物 当韩三千走到主位 落坐在天昌圣身边的时候 全场接近 即可不属于天家的外星人 竟然能够坐上主位 而且和天昌圣并肩 这是个什么情况啊 韩三千和天灵儿是一左一右 这种情况很快就让不少人联想到某种可能性 难道说这个年轻人是天家未来的女婿 是天灵儿的男朋友吗 天灵儿好眼光啊 这个年轻人气语不凡 肯定是个人才 仪表堂堂 长相也是个大帅哥 和天灵儿简直就是金童玉女 天作之和呀 只是不知道是哪家的少爷 看来咱们云城马上又要崛起一个新家族了 这些话传到苏家众人耳朵里 格外的刺耳 因为这三年来 韩三千在苏家不过是窝囊飞而已 而现在他却得到了全场人的吹捧 让苏家人觉得非常的不适应 哼 明明就是个窝囊飞 什么气不凡 这些人都是野虾的吗 苏一涵咬牙切齿的低声的说 苏海少这个时候没有心情说韩三千的不是 他现在只希望韩三千没有看见他 能够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否则现在在这个宴会里要跪下学狗叫 他就成为了整个云城的笑话了 苏迎夏手煮着下巴撑在桌面上 一脸的苦笑 人人都把他当做人才 可是苏家却偏偏把他当成废物 天家老爷子都这么看重他 苏家却从来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讽刺 赢夏你是韩三千的老婆 还不去给老爷子敬酒 苏家老太太说道 他不敢轻易的去反驳那些人的话 怕引起天家的不满 但是让苏迎夏以老婆的身份出现 那就不成问题了 而且还可以借此机会 让外人知道天家看重的是苏家女婿 这样一来 苏家的地位 也能够水涨船高 老太太这一手好算盘打得很响亮 但是苏迎夏却没有这样做的打算 奶奶 你确定利用他 就能帮助苏家提高社会地位了吗 天家究竟是把他放在眼里 还是把苏家放在眼里 难道你不清楚吗 我们能来 不过是附属癖而已 苏迎夏淡淡地说 胡说八道 我们怎么可能是附属品 老太太第一时间就斥责反驳 城西项目迄今为止 有很多人都想要插足 但唯独天家不在其中 这说明 天家根本就没有把西城项目放在眼里 连整个项目都不被看中 他们会因为苏家是西城项目的建材供应商 就对我们另眼先看吗 苏迎夏摇着头 这一切不过是苏家众人的错觉而已 她可以肯定 能够来参加天昌盛的寿宴是因为韩三千的原因 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昌盛给了韩三千的面子 老太太想要反驳 可是一时间什么都说不出口 脸色极其难看 苏家竟然要指望这个窝囊费来提升社会地位吗 这是要让她的老脸在韩三千面前给丢光啊 不管她和天家老爷子是什么关系 在我眼里终究是个废物 想要我承认她优秀 除非她能让苏家成为云成一线世家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超级女婿》 作者 绝人 领衔演播 幻英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期 林峰 第118章 精彩表演 苏赢夏对于老太太的话 她突生了一种极其厌恶的感觉 让苏家成为一线世家才承认韩三千的优秀 可是她似乎没有想过 韩三千根本就不需要她承认呢 能够坐在天长盛身边的人 又怎么会在乎别人的看法呢 宴席过半 天灵儿甩着马尾来到苏家这一桌 老太太看到了天灵儿赶紧起身 她可不敢有半点的疑老卖老的想法 天小姐 你好 我是苏家 老太太话还没有说完 天灵儿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了 你们谁叫苏海超 听说有表演可以看 天灵儿并不是一个不懂礼貌的人 只是她现在对苏家没有半点好感 所以才没有把老太太放在眼里 她的梦中穷人 那被这一家子说成那无能飞 这心情能好吗 听到天灵儿的话 苏家众人目光不由自主地 就落在了苏海超的身上 所谓表演大概就是苏海超跪下学狗叫吧 苏海超咬了咬牙 天小姐 我就是苏海超 天灵儿一脸笑意地看着苏海超 上下打量着说 是你啊 跪下学狗叫 我还从来没有见识过呢 要不你让我长长见识 苏海超本以为自己可以逃过这一劫 没想到竟然会是天灵儿出面 余光恶狠狠地盯着韩三千 就是这个废物东西 肯定是他把这件事情告诉天灵儿的 可是苏海超是个要面的人呢 就是要面子 在这种上流人士的聚会里 他要是跪下来学狗叫 明天整个云城都会是他的笑话 天小姐 这我跟他开个玩笑而已 天灵儿不满地皱起了眉头 你不会让我臭信而来 败信而归吧 不 天小姐 真的只是开个玩笑 你要是不信 你把他叫过来问问就知道了 苏海超现在只能想办法威慑韩三千 让他把这件事情作罢 但是韩三千既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 就没有想过会放过他 毕竟他可不是活菩萨 而且要是韩三千没有出现 那苏海超会放过他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需要问吗 你要是不过也行 这笔账我记下了 以后再慢慢跟你们算 这句话有两个字是非常重要 天灵说的是你们 而不是你 也就意味着 他不仅仅会找苏海超的麻烦 而且还会找整个苏家的麻烦 老太太听到这句话 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 虽然仇恨韩三千让外人插手他和苏海超的事情 可是要是真被天灵而记恨 他也不敢 这位毕竟是天家的小姐呀 海超 你还不照着天小姐说的做 苏海超面如死灰 连奶奶都发话了 今天的一劫看样子是逃不过去了 嗯 别急别急 天灵儿突然摆了摆手 然后扯开嗓子说 大家都停一停 安静一下 演会场本就不嘈杂 大家都是小声说话 听到天灵儿的声音之后 全部都静了下来 今天有个特殊的表演 希望能博军一下 你们可别错过 天小姐 怎么能让你给我们表演节目呢 是啊 你身份尊贵 我们怎么有这种荣幸呢 哈哈哈哈 天小姐 要不还是我来代劳 逗大家一乐吧 我来我来 天小姐 我来 争先恐后的人还真是不少 都希望能够在天昌盛面前表现一下 哪怕是能让天昌盛记住一丝丝好感 那也是好事啊 天灵儿摇着头 用不着你们 你们只需要好好的看着就行了 见没有自己的份 那刚才那群激情亢奋的人 那瞬间的热情就消解了下去 也不知道是哪个幸运儿 要是能够斗得天昌盛开心 那也是一个机会呀 苏海超难受的像吃了两斤的把吧 要是正常的表演 你倒也罢了 可他这是跪下学狗叫啊 那这可是被人笑掉了大牙了 苏海超 开始你的表演吧 这么多观众已经迫不及待了 苏海超看了一眼老太太 他丢脸也就意味着苏家也会丢脸 还希望老太太能够帮他想点办法 但是老太太压根就没有看苏海超一眼 丢脸算什么呀 总比惹着天灵儿不高兴好多了吧 任命的苏海超跪在地上 汪汪的叫着 现会场在瞬间寂静之后爆发出了哄堂大笑 埋着头的苏海超是面红耳赤 眼神狠毒 韩三千 这一切都是你害的 我苏海超不报仇 势不为人 你给我等着瞧 总有一天 汪汪我会让你在我面前跪下 把今天的吃汪汪十倍封还 你这个窝囊废 等到你对天家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你还拿什么给我 在苏海超眼里啊 韩三千能够拍上这层关系 肯定是天家要利用他做什么事情 而利用完了之后呢 一定会把他一脚踹开 那个时候就是他报复的时候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苏海超能忍 天小姐 这表演的真是不错 他是谁呀 学狗教挺像的呀 他好像叫什么苏海超 跟人打赌书了 所以才会学狗教呢 天灵儿解释 现在很多人压根就没有听过苏海超这个名字 在一番相互询问之下 才知道苏海超原来是苏家的人 所以让苏海超更加觉得丢脸 好歹他也算是云城二线的公子哥 竟然这么多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 难道苏家在云城就这么没有影响力吗 苏家是一个很自大的家族 特别是老太太制定了很多的规矩 让苏家自以为自己是贵族 可是在云城来说 没有和弱水房产联手之前 那还真是没有人知道 所谓的二线家族也是相当的勉强 哎呀更别提苏海超这个名字了 除了他的朋友圈子 一点知名度都没有 天小姐 苏海超跟你关系不太好啊 我们记下了 今后遇到这小子 绝不给他面子 请天灵儿解放心 今后我跟着苏海超绝对势不两立 很多人在天灵儿面前表态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天灵儿是针对苏海超 所以能够借此事件 让天灵儿对自己有好感 这也是个忌讳 可是苏海超听到这些话 想死的信都有了 在场可都是云城的大人物 要是被他们针对 那今后在云城他还有活路吗 天灵儿没有承认 但是也没有否认 态度模糊的回到了天昌圣身边 老太太面色惨白 本以为今天参加生日宴会对苏家来说是个忌讳 但这现在发生的事情却是灭顶之灾 今后苏海超会成为苏家的董事 而今天苏海超却成为了全城公敌 要是把公司交到他手里 还有谁会跟他合作呀 苏家也不可能靠承袭项目吃一辈子呀 必须得想想办法 要挽回这件事情才行 老太太看向韩三千 他既然是苏家的女婿 就理所当然的 应该为苏家做点事情 而且这件事情也是他一手导致的 不把责任算到他头上 还能算到谁头上啊 宴席接近尾声 王冒迫不及待地站起身 对韩三千说 小兄弟 你吃饱了吗 要是吃饱了 我们上楼吧 吃饭的过程中 王冒凭借记忆复盘 虽然不完整 但是也找到了一些自认为的破绽 他很有信心和韩三千再次对异 可以找回面子 韩三千看了眼天昌盛 唉 老爷子 您吃好了吗 好了好了 饭什么时候吃都行 精彩的棋局 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看的 走吧 一行人离开了宴会场 韩三千再次和天昌盛同行 苏家人无不是眼神狠毒地看着他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 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超级女婿》 作者 绝人 领前演播 幻音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期 林峰 第119章 气也飞的愚蠢行为 还是那个房间 这一次王茂没有任何的掉以轻心 这一局是面子之争 他必须要影响韩三千 才能重新的树立起自己在云城围棋界的地位 虽然舒淇的事情知道人不多 那可是对王茂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打击 因为韩三千太年轻了 年轻到王茂认为他根本就不可能具备这样的实力 现在我师父要认真了 你可小心点 别怪我没提醒你 站在王茂身后的谢飞 笑着对韩三千说 韩三千点了点头 郑重骑士的表情 显然已经投入到棋局当中 纵横交错的38条线 361个落子点V 从直骑那一刻起 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棋盘 而是战场 谢飞没有看两个人对异 因为他觉得结果明了 过程根本就不重要 但是天昌盛和许欢两个人却看得非常认真 天昌盛从韩三千口中得知他有十成的把握能够赢王茂 所以他想看看韩三千是真的这么厉害 还是只是吹牛而已 而许欢虽然不认为韩三千可以赢 可是他很好奇 韩三千究竟能够表现出什么样的实力 究竟能不能成为他的白马王子 随着棋局深入 王茂的神情越来越凝重 他可以肯定自己已经足够认真了 而且是拿出了十二分的态度 但是棋局依旧对他不利 甚至中盘的时候 王茂就觉得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了 能够在棋牌上给他造成这么大的压力 只有几个顶尖的高手 才能够做到 但是眼前这个年轻人 明明才二十多岁左右啊 摸了一把额头的汗水 最近这几年 他已经很少在下棋的时候 感受到这种程度的枪压了 哪怕他能赢 也会对韩三千刮目相看 谢飞本身一脸轻蔑的表情 可是看到王茂脸色越来越难看 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这个人难道真的能赢得了师父吗 仔细看了看棋牌上的局势 师父果然处于劣势 上午那一局可以认为是师父掉以轻心 但是这一局他可是非常认真的 如果连这样都输了 师父的名声岂不是全毁在他手里了 不行 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谢飞咬泪咬牙 走到王茂身边 故作关心的说 师父 你要是累了 就休息一会吧 王茂摇了摇头 棋局可以输 但是人品绝不能输 谢飞冷眼看着韩三千 一手推向棋盘 棋子散落了一地 我师父累了 改天再和你下 谢飞 你在干什么 天昌盛怒了 王茂蹭了一下站起身 满脸怒气的看着谢飞 你在做什么 输了七步要紧 难道你还要让我输了人品吗 平昌王茂很喜欢谢飞 因为谢飞是所有徒弟当中 为习造语最高的人 虽然他的人品有些瑕疵 但是在王茂看来 这人品也并非不能打磨 俗话说 欲不浊不成器 谢飞是块很好的料子 但是王茂万万没有想到 他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 谢飞 你家里的长辈给了你这样的教养吗 如果他们不会让你懂得什么叫尊重 老头子我也不介意出手帮他们教育你一下 天昌盛非常不满 这可是一局精彩的对异 虽然他只是作为旁观者 但是看得很过瘾 这还没有看到结尾就被人破坏 心情就像是从美食里吃出了半截虫子 谢飞面色大变 天昌盛要是因为这件事情而计划谢家 那他犯下的错 就不仅仅是毁了一局棋 而是毁了整个谢家 天爷爷 对不起 我只是看师父累了 所以才会一时冲动 请你原谅我 谢飞非常的慌张 天昌盛看也没有看谢飞一眼 而是拿出了电话 他这一把年纪 好不容易找到一件趣事 谢飞如此不知好歹 仅仅是赔礼道歉 怎么能够让他心情好起来 让谢家的人上楼 天昌盛对电话里说 谢飞直接吓得双腿发软 在天昌盛面前就跪了下来 天爷爷 对不起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的一时冲动 我该死 我该死 许欢本就非常尊敬谢飞这位大师兄的 但是此时也忍不住用鄙夷的眼光看着他 真是太龌龊了 用这种不要脸的手段破坏齐局 真的以为能够让师父不说求求爷面有光了吗 真是个白痴 师父 救救你 救救你 救救我 谢飞见天昌盛不搭理他 又跪向了王茂 他好歹是王茂的关门大弟子 王茂应该不会见死不救 可是 王茂现在感觉脸都被谢飞给丢光了 舒淇对他来说 的确很难以接受 但是他更加接受不了 用这样的方式去逃避舒淇 谢飞 我本以为你的心性值得雕琢 没想到你竟然糊涂到了这个份上 王茂咬着牙鼠 看着语气 王茂是不打算救自己了 谢飞心里快要崩溃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点小事竟然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谢家人很快就到了房间里 当他们看到谢飞跪在地上的时候 知道大事不妙 就是把天家老爷子惹得不高兴了 谢飞父亲走到谢飞身边 啪啪两个耳光打在脸上 你这个逆子 做了什么混账事情 谢家在云城地位还不错 比苏家强一些 不过能够得到树宴的邀请 还是在于谢飞被王茂看重 平时谢飞在家里地位很高 没人敢和他大声说话 因为谢家的发展 全部希望都在他的身上 但是今天他得罪了天昌盛 谢飞父亲可不敢有半点的纵容 谢飞 从今天起 你不再是我的徒弟 谢飞父亲直接吓蒙了 这是发生了什么呀 竟然被王茂逐出了师门 教师没有这层关系 谢家在云城还有什么地位可言呢 带着你儿子滚 从今天开始 你谢家人别出现在我面前 不然的话 我不会放过你们 谢飞眼神呆滞 下棋有句话叫做 一步错步步错 他现在才知道自己这一步 究竟错得有多么离谱 本意是讨好王茂 可是现在连徒弟的身份都保不住了 谢家人把谢飞拖出房间之后 王茂叹了口气 对着韩三千说 唉 我们再开一局吧 您知道很可能会输 但是王茂也不愿意输了人品 哦 王爷爷 您今天的精神状况不佳 再来一局对您不公平 还是下一次吧 等您的精神头好了一点 我一定登门拜访 王茂知道韩三千是在给自己台阶下 他要是在坚持 今天这脸就丢定了 天长盛 你这老家伙 倒是交了一个好朋友啊 王茂感叹 天长盛一脸自豪 那是当然啊 能被我看在眼里的人 那能是普通人吗 小兄弟 下次有机会 我一定和你再战一局 王茂双手抱拳 对着韩三千讲 我很期待 王茂率先踏步离开 但是许欢还愣在原地 先许欢不走 王茂提醒 你还愣着干什么 许欢听到这话 才依依不舍地跟上了王茂的步伐 走出房间之后 许欢就交滴滴地说 师父 我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呢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小丫头 你难道没看出来 她是天长盛预定的孙女去吗 你还有什么资格和天灵而争啊 许欢嘟这个嘴很不服气 哼 没试过 怎么知道争不过呢 她家里有钱有势 但是不代表她比我会讨男人欢心呢 你呀你 不撞男强不回头 王茂比较无奈啊 许欢的表情突然认真了起来 师父 甭想那局棋 要是继续下去 你 王茂深深地就吸了一口气 输定了 输定了 这三个字让许欢是目瞪口呆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小说剧《超级女婿》 作者 绝人 领弦演播 怪惊空 制作人 妙儿姐 后期 林峰 第120章 这下不天虚了吧 房间里 天长生上下打量着韩三千 越看越满意 简直就是他孙子女婿的完美人选 只可惜 这样的人竟然入赘到了苏家 天长生的眼神让韩三千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赶紧就说 喂喂喂喂喂 你盯着我干什么呀 这把年纪了 你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吧 哎 你这个魂球说什么胡话呢 老头子我怎么可能对你有想法 天长生瞪着韩三千 哎哎哎 你能不能尊敬点师父啊 你这是跟你师父说话的态度吗 韩三千双手插腰 一脸傲然的看着天长生 但是这件事情他可没有忘记 天长生一愣 随即老脸微微发红 你可是天家家主啊 咱们云城第一大人物 那地上的口水味道可不好啊 天长生的表情可谓是精彩至极 阴晴不定 而且都可要扭曲到一起了 难不成 你还要我一把年纪给你敬拜师茶 那那倒是不用啊 但是你得记得我是你师父就行了 拜师茶这么过分的事情 他当然不会做 而且天长生年龄那可是长辈 韩三千可不想被天打雷劈 算你小子实相 叫你师父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我的好徒弟 你还要点脸吗 哪有徒弟给师父提要求的啊 能这么和天长生说话 而且还不让天长生发火 韩三千是云城第一人 你就嘚瑟吧 什么时候让我抓到你的把柄 看我不好好整你 天长生威胁 这个时候天灵儿一路小跑 就到了房间里 要不是他父亲非要跟他一起去招呼客人 天灵儿绝对不会错过韩三千和王茂的对弈 怎么样赢了吗 我刚才看到王爷爷走的时候 心情不是很好啊 天灵儿一脸期待的对着韩三千问 没赢 但是也没有输 平均吗 不过也很厉害了 王爷爷可是咱们云城围棋界的太斗 没想到你竟然还能和他打平 这个太斗啊 已经被韩三千踩在脚下了 天长生啊 那是一脸笑意 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但是他心情却很爽 余有容颜 什么意思啊 天灵儿很不解的就看着天长生 要不是谢飞那臭小子故意破坏了棋局 你王爷爷输定了 天长生指着满地散落的妻子 哦 天灵儿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的看着韩三千 他最初的想法是韩三千能输的不要太惨 那就好了 再看到王茂离开的时的样子啊 心想韩三千或许表现出了让王茂刮目相看的实力 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过韩三千竟然能够赢了王茂 那可是围棋协会的会长 是云城围棋界最厉害的人啊 这 真的吗 天灵儿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小子 谦虚过头 那可就是虚伪了 韩三千无奈地耸了耸肩 再给他十次机会他也是输 这不算谦虚了吧 天长生是哭笑不得 这句话要是传到王茂耳朵里 他该受多大打击啊 天灵儿就像是一个小蜜妹一样啊 看到自己的偶像了是眼饭桃花 春心荡漾弹 弹琴还尿性 大家也厉害 萨吉竟然这么厉害是不是啊 似乎是像是无所不能 在天灵儿眼里 韩三千近乎完美 唯一的缺点就是他已经结婚了 不过这不要紧 嗯不要紧 毕竟结婚也是可以离婚的嘛 韩三千 你什么时候离婚 天灵儿不自觉的唾口而出 韩三千一愣 我我为什么要离婚呢 天灵儿情不自禁的话语 让他觉得有点失态 女孩子怎么也得矜持一点 赶紧就说 啊 没什么 就是随口问问而已 哦 没有其他事情 我先走了 韩三千说完 朝着门外走去 你小心点 苏海超 应该会找你麻烦的 韩三千 头也不回的 摆了摆手 我从来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他也不配是我的对手 等到韩三千离开之后 天灵儿突然叹了口气 双肩下垂 搭了着个脑袋 一副精气神被掏空的样子 怎么了 觉得他太优秀 怕自己配不上啊 爷爷 他这么厉害 能看得上我吗 天灵儿嘟着个嘴 天昌圣慈祥的摸着天灵儿的头 你可是我们天家的人 他再厉害能厉害到哪去啊 云成怎么可能有你配不上的人呢 天灵儿被这一份安慰说的心情好了一些 整个云成 天家才是地位最高的 他要找老公 护城河都能填满 怎么会有他不配的人呢 爷爷 你给他当徒弟了吗 天昌圣表情僵硬 没想到韩三千竟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天灵儿 这不是故意让他丢脸吗 爷爷 你可是从小教我 做人不能说谎哟 天昌圣咬着牙 然后点了丫头 当然了 天灵儿嘴里传出了银铃般的笑声 爷爷拜师 这可是云成的大新闻呢 小丫头 你得替爷爷保密 不然的话 爷爷这张老脸还往哪放啊 好啊 但是你也要帮我创造多个韩三千见面的机会 不然我一个女孩子 怎么能老是主动约他吧 一言为定 老少是狼狈为奸 达成协议 还特意的勾了勾手 韩三千离开酒店之后啊 苏海超怒气冲冲的迎面走来 宴会早已经结束了 客人早已经离场 苏海超这是刻意等着他 韩三千 你他妈害我在这种场合丢脸 我今天不会放过你 我害了你 就是你自己提出的赌约 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吧 哼 要不是天灵二出面 我怎么可能给你这个废物下跪 哼 你别以为和天家走得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你这种废物 等他们利用完了 随时可以把你一脚踹开 说着话 苏海超就朝着那韩三千挥去了拳头 哼 就凭你打得过我吗 苏海超怒气上头 可不管曾经在韩三千手里吃过两次挥 挥着拳头还没有到韩三千脸上呢 苏海超就痛苦的捂着小腹 连退了几步 倒坐在地上 韩三千 我迟早有一天会把你踩在脚下蹂躏 老子要你死 苏海超愤怒的吼道 韩三千情绪毫无波动 苏海超这种垃圾的威胁对他来说 就像是挠痒一样 哼 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说过的话是有多么愚蠢 希望那个时候你别太害怕啊 好吗 看着韩三千离开的背影 苏海超恨得几乎是咬碎了后槽牙 一直以来 韩三千在他眼里都是窝囊废的形象 而且韩三千在云城的名声也是他传播出去的 这种人 情什么有资格能够踩在他头上啊 我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等我坐上了苏家董事长的位置 我要你和苏盈夏全都滚出苏家 苏海超咬牙站起身 拍干净身上的灰尘 奶奶 你个老不死的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进棺材 这是苏海超心里的想法 韩三千没有回家 而是给默扬打了个电话 择知他在魔都夜总会之后便开车去了夜总会 兰波基尼行驶在城区道路上 西京 西京绿就是回头绿吧 回头绿几乎是百分之百 但是谁又能想到 这辆豪车的主人 竟然会是云城出了名的窝囊废韩三千呢 在魔都夜总会门口停好了车 那些路过的性感女子 不由自主的对着韩三千就抛弄着媚眼 对此韩三千不屑一顾 静止地走进了夜总会 伤了不少的花花草草的心呢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更多小说 搜索喜马拉雅幻影空